這誰委託你們來討債的 巨星會潑張事件 五名嫌犯全數盜案 潑蟑螂的 策劃的 開車的 都被移送北檢 人都逮到了 但真正幕後藏進人是誰 尚未明朗 三號晚間 嫌犯到巨星會餐廳潑蟑螂 當天恰好有一景晚宴 十四分鐘後 雙北警察局長到場 蟑螂亂竄 外界一度以為 是衝著陳家昌而來 收了多少錢 然後來潑蟑螂呢 隨著嫌犯盜案 動機逐漸明朗 因為巨星會老闆吳震南 在外有負債 債主才縮使幾位 北聯邦年輕小鬼 潑蟑螂示威 3號當天 他們帶著花了 一萬塊買來的蟑螂 到巨星會執行任務 看到餐廳螢幕 寫著一景晚宴 才驚覺闖到警方的場子 硬著頭皮潑完蟑螂後 無人開車在北投 淡水一帶亂竄 又到了泰山一間摩鐵 安置好負責拍照的 十七歲少女 其餘四人在開車一路往南 桃園 新竹 台中 他們都到過 但這時警方斷了四人金流 走投無路之下 北上準備投案 死後晚間 在北市民生犀路 遭到逮捕 犯前 他們有跟店家 有一些債務糾紛 然後他們在犯案的時候 不知道裡面有辦 參會的對象 北市警方不到 二十四小時順利破案 就是要證明 嫌犯瞄準的對象 不是陳家昌 五名來自北聯邦的 潑張怪客 現在也被道上人士切割 作為案件斷點 刑事局的亡羊捕牢 緊急宣示掃黑成果 但就怕債務引發的 潑張事件只是開始 江湖風暴一波未平 另一波又將待起 記者謝宏盧 陳玉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